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 什么是对象 什么是面向对象 对吧 万物皆为对象 只要是你面向的 你作为一个指挥者 控制这些对象 那你的系统就能出来 对不对 那怎么划分对象 那就是按功能来划分 相同功能的归一个对象 所有对吧 我指挥这个对象 那对象里的功能就都被这个对象来控制 对吧 只要对这个对象下达命令 那这个对象就可以帮我们完成他所能完成的功能 对吧 那看一下面向对象的 这节课咱们重点看下面向对象的一些重要的优势 对吧 比如说可读性 是咱们写程序的很重要的一个宗旨 那比如说你写完的一个项目 如果比如说妹子写完的一个项目 如果我怎么读都读不懂 对吧 那我怎么去修改他呀 对吧 我怎么去添加功能啊 是不是 我怎么去做里边的功能进行改动啊 对吧 是不是都不好办呢 那如果我写的一个程序 妹子很容易读懂 是不是再加东西修改 是不是都可以啊 对吧 所以呢 做一个程序可读性要非常的好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可重用性 可重用性是软件开发的原则 对吧 是软件工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体现 什么叫可重用性 就是一个功能 对吧 你不改动或者双手改动 就可以直接使用 对吧 这就是可重用性 那比如说 你用过程化开发的一个 假如说 是一个分页程序 那在咱一个系统里边有好几十处都用到分页 对吧 你不能说遇到一次分页 我重写一遍吧 那样的话时间是不是很加长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一个可重用性的一个组件来说的话 或者是一个对象来控制的话 那么我只要用到分页 我只要找这一对象是不是就帮我们把这活干了 对不对 那可重用性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稳定性 咱说如果可读性差或者过程化那些东西 对吧 读起来很难懂 对吧 但是呢 公司要求必须得改点东西 是不是 可重用性差你改点东西 那有可能说你改进一个东西会影响一片 对吧 影响一片呢 那你暂时的这东西比如实现了 但是有些眼含的东西 你不知道改动这个会影响什么东西吧 对不对 那那些东西有可能时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 那就不稳定了系统 是稳定就差啊 对吧 所以呢 你为了实现改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的改变会影响到其他的东西 对吧 这就得不偿识了 所以呢 稳定性 肯定是软件最高的一个要求 对吧 然后维护性 什么叫维护性 做一个软件后期是不得维护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过程化那种注重步骤的话 对吧 那维护性就特别大 比如说我改动一个步骤 那要奢联到很多个步骤的改变 对不对 不好维护 那如果是把它按功能分成对象的话 哪个对象有问题 对吧 我就找哪个对象 对不对 比如说咱前面举的例子说 开一个外包型的软件公司 对不对 比如说开发组有问题 对吧 或者开发某个人员有问题 这个对象有问题了对不对 我只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而不用整个公司都调 而如果过程的话 它属于其中一步 这个步骤停下来了 那其他步骤是不是也都是影响的 对吧 围护性 然后就是测试性 对吧 那测试就不用说了 肯定还是为了前面那些重点的突出对不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可扩展性 一定要好 可扩展性 也就是按照步骤的东西 如果有一步变化了 你想加一步 那其他步骤都会影响 对吧 而面向对象的话 你把这个整个功能分成多个对象的话 对吧 只要对哪个对象 稍稍加功能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对象 就知道吧 所以可扩展性也要好 当然了 面向对象和面过程比 基本上都是优势 那有没有劣势呢 也有一些劣势 比如说面向对象的思想 你就比较难学 比如说咱们讲后一节课了 有可能你还在迷茫 你看看不看到 有个迷茫的在那折摇头 对吧 当然这个思想咱慢慢去理解 对不对 思想学起来是有一些困难的 对吧 但是不怕 等咱们整个课程都学完了之后 你肯定就明白 面向对象思想了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 它的运行效率上 因为它注重的是 可读性重用性结构化 要好对不对 那它的效率就有可能没有过程化 想到哪想到哪 那个效率要高 对不对 有可能没有开发那什么 一些灵活 但是在开发灵活 在后期维护测试 再反这些东西不留 对吧 思想上很单调 对吧 那这有可能还没太明白 对不对 那咱们 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一个案例分析 看一下五子齐 对吧 咱们分别从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这两方面来分析一下五子齐 咱们把面向对象的优势 对吧 因为它自己个就介绍面向对象优势 把它咱们说出来 比如说 这边咱们是过程化了 那过程化咱们能想到的就是什么 下棋 比如说妹子咱们两个下五子棋 五子齐玩过吧 很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就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还算是有意思了 那五子齐游戏肯定是分成黑白两方去下 对吧 那按照过程的想试不出风步 比如说妹子你先下棋 你是代表黑棋 对吧 妹子下了一步黑棋 对吧 那下一步黑棋的话 如果对成绩来说 妹子开始游戏 她走了一步 是不是棋盘上就有一个棋子了 对吧 那你就得重新绘制下这个棋盘 多了个棋子嘛 对吧 妹子走完之后 是不是棋盘也绘制完了 对 到我走了 我用的是白棋 对不对 我也走了一步 对吧 就是这里的 妹子走一步 每一步都得判断数据 对吧 所以当然看上几步的话 不到十个字的话 肯定是不知道谁数据 就可以不判断 程式可以这么写的 假如说咱们不是说从第一步开始 对不对 那妹子走一步 绘制完画面 是不记得判断输赢吗 是 然后我再走 然后还得绘制画面 然后还得判断输赢 我走完了之后 没得出谁数据赢 然后再到妹子的 全线再到妹子手里 她再走一步 对吧 走完一步是没有多个棋子 还得绘制一下棋盘 然后呢 对 还得判断输赢 然后重复 然后又到我走 再绘制画面 再判断输赢 再到妹子手里 对不对 最后 通过妹子我俩激烈的征战 对吧 后来通过棋上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黑子营了还是白子营了 通过这个 现在咱是看不出来 对不对 看下一步谁走 对不对 总之最后出现结果 那这也就是分析的步骤 对吧 那现在这个步骤 我现在问大家几个问题 对吧 什么呢 过程化开发了 对不对 现在如果咱说可困难性 对吧 可困难性 记住了 如果我想加个毁骑的功能 按照这个上面列出的角度 比如说妹子 她用东北话说玩赖 对不对 玩赖用普通话怎么说 耍赖 耍赖 对不对 她非得要怎么的 要毁骑 对吧 那这一毁骑在程度里边开发 已经到出结果了 对不对 这一毁骑的话 那麻烦了 对不对 需要撤好多个步骤 那所有的步骤是不 从毁骑这后边都需要调整了 对吧 系统就会非常的乱 对吧 所以呢 那你想想 其实加毁骑的功能 是不是就加一个功能的结局 那扩展性的过程 是不是就不容易加了 对吧 那再比如说 这个骑盘 你没发现下五子骑 可以 对不对 这个骑盘黑白双方 还像什么骑 没得玩过吗 对 围棋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个游戏 改成围棋 是不是相当于改版呢 对吧 那过程化的话 那些步骤是不是都 怎么的 是不是基本上那些步骤都得重玩 对吧 那想想 对吧 你要是想把五子骑改成围棋 我建议你如果用过程化开发的话 我建议你重新写 对吧 别改了 你会改到很多 那稳定性啊 扩展性啊 对 可動性啊 对 全差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过程化放一边去 咱们现在怎么的 如果用面向对象的分析 对吧 对 咱们万物皆为对象 咱们来看一下 应该用到几个对象 这里边写了 黑白双方 妹子和我两个对象 对不对 两个对象 对吧 是不是双方的 嗯 然后呢 根据过程的规则 咱们背出来了 棋盘咱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吧 黑白双方这个两个对象 就是未来目的是下棋的 我下了之后 喊妹子上说 哥下完了 对吧 嗯 然后棋盘这个对象就负责什么 我俩 我和妹子我俩下一步棋 怎么呢 只要是棋盘 重新绘制一下画面就行了 棋盘里边有一个功能 这个对象里有功能 就是棋盘的功能 就是重新绘制画面 对吧 那这一阶是黑白双方是能看到的 棋盘是能看到的 对不对 嗯 那还有一个规则 讲到说了一个事件 一个计划是别的对象 那一个规则是别的 是一个对象 对吧 一个规则一个对象 专门负责判断谁输才赢的 所以呢 如果有面向对象开发的话 我只要 编写出三个对象 对吧 当然黑白双方是两个对象 可以是同一个类像的 对不对 后期到学类的干系是同一类的两个对象 对吧 功能是一样的 那就算是妹子和我两个对象 对吧 棋盘一个对象 规则一个对象 四个对象 那四个对象 黑白双方都有下棋的功能 对吧 棋盘 它有绘制棋盘图像的功能 规则判断输赢的功能 对吧 那我只要面向这四个对象开发 就靠起了 对吧 那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咱十八个功能划分划分到这四个对象了 符合咱们前面介绍的规则 对吧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记不记得前面介绍那么多优点的 得分一下 比如说 现在只要我加一个毁棋的功能 对吧 我就不需要像过程化的中间加一步 那其他后面的步骤全落了对不对 那毁棋的功能 毁棋只有什么变了 是不是只有棋盘变了 对吧 我只要怎么的控制 在棋盘里面加一个毁棋的功能 重新绘制一下回到哪一个阶段的那个棋盘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而黑边双方的步骤都不用变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继续走 你想想 困难性 是不是 非常的好 我只要 他属于新家的这个功能 咱说按功能去分对象了 他属于哪个在哪里加就OK了 他就帮我们绘制起发了 是不是很容易啊 那再说可修改性 对吧 现在如果我想把这个 五子棋改成围棋 还是黑白双方 我们两个下棋 大家 你也可以别嫩下棋 对吧 黑白双方两个下棋 对不对 那棋盘绘制 是不是他还是你走到哪位置 他把哪个棋绘制成画面呢 黑白双方不容动 棋盘不容动 只是五子棋的规则和什么 和围棋的规则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如果把围棋的规则 就五子棋规则改成围棋的规则 那我下棋的时候 是不是叫围棋的规则 如果按照多态的话 那咱们这一个游戏的话 这一个棋盘 只可以玩围棋 可以玩围棋 围棋 对不对 而想象一下过程的话 如果想玩 这个想改成围棋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步骤都得撤过去从头 所有的都得乱 因为它是让围棋来的 因为每下一个它都判断规则 这每个规则步骤是不全能改 而咱们这个规则是不是在英系统里边 可重用性 可微游性修改性 是不是都好了 所以呢 咱们成功的一个案例分析 让你明白一下 面向对象思想的好处在哪 对吧 面向过程的不好的地方在哪 当然面向过程也是有优点的 对吧 混合制开发才是非常好的 其实对象的内部的一些 每个对象的功能实现 都是用过程实现的 可以说多个过程可以组成一个对象 对吧 就像我们盖房子 房子 有窗户 有柱子 对不对 有可能柱子就用过程化实现的 交水泥 什么钢筋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路 好 时间关系 我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吧 这一刻让大家理解面向对象的优势 好吧 从下节开始 咱们就进入面向对象的语法阶段 从什么是类 怎么编写类 什么对象 咱们按部修办的开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就这样在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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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